大家好,我簡單講一下我們今天在努力的部分 今天謝謝東京王的資源,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可能要怎麼進展 因為我個人是真的開放資料的,不過我對GISG塊比較不熟 所以我現在只有約會一些公司的資料 我們今天就是想要把天空對公地 想要讓天空對公地的網站拉近我們才會使用我們的資料 因為我們有原作者會來,不過原作者今天沒有來 所以我們弄了一個盜版的 只是盜版的這個,因為他資料的部分我們還沒有把資料互會進去 因為他有些GISG,不知道他用的格式是怎麼樣 所以還沒有成功揮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後來有把一些,就是我們自己的地底圖資料 然後轉成GISG,然後先就是沉浸在地底圖上 那他效果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可以呈現出一塊 那就是希望說可以把台北市的資料土地納到天空對公地的網站裡面去 那現在的土地量可能還比較少 現在只有七筆,所以可能效果還不是很明顯 那之後就是那個數量大了之後就會比較明顯 那這個是土地的部分 然後建物的部分就是我們有去 結合一些那個民政局的文牌資料 然後把它就是也是沉浸在地圖上這樣子 對,有跟我們今天帶來的資料做一個結合 對,以上大概是我們今天努力的部分 謝謝 然後我們除了那個就是GISG的社群幫助我們之外 今天我們坐在最前面一整排都是新聞會的年輕人這樣子 那我們就覺得我們沒辦法幫上這個地圖 還有拉房子的忙 那我們還是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你剛剛看到本來天龍退公地的網站上面 他們有他們當時設立的原因嘛 他們的訴求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做出這個台北市的網頁 我們到底要在一開始寫什麼 讓大家看到的時候很緊張覺得他有些事該做 所以我們就拉了一個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的文案 我們覺得我們就是要提醒台北市政府 你正在浪費多少人啊,最人的資產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次上來看到他就會知道 天啊,這麼多米土地,這麼多米房屋 我們要趕快讓他活化 好,就是比如說這個文案 或者說到底我們搜尋的兩位 除了原本的那些虛塊 就是行政區等等的資料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樣子的資料 是一般局處想要使用這個 這個網站去活化他們空間的時候 會需要的相關資訊 那包括精管機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到底要怎麼活化 要找誰去這樣子 那可能還想要知道這些 標籤的定位地啊 建物的性質等等的相關資訊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討論 不過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這邊報告接下來呢 因為剛剛正點講了 就是我們今天只帶了很少筆的資料 而且現在只有財政局釋出他的資料 但是我們的台北市公有的建物跟土地 是站在各局處手中 所以接下來我們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要逼大家把資料都開放出來這樣子 所以今天只做了公有非公用 而且是沒有被佔用的部分 那接下來希望把其他LUNA進來 甚至如果可以有被佔用而不是閒置的 我們也可以標示他的使用狀況去 然後才有可能後續有更好的活化 那另外中央的位在台北市的公有的房地 我們有沒有可能是下一步努力的目標 這是我們在想的 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開放 因為現在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們發現很多局處他可能抱著這個視財 然後做一個很低度的理由 他還沒有必要跟你說我在這樣使用 然後請你來告訴我叫我活化 但是當資料全部開放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外面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設一個區域 讓你有機會照一張照片傳上去說 為什麼這邊我在你的系統上找不到 所以表示他是低度利用的 你必須要把它開放出來 所以透過這樣 希望他們就會自己承認 他們用的不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當然希望局處看到這些資料 可以先來活化使用 但是再下一步是如果公家不會用 那就讓民眾來用 所以那民眾來用 他們想知道什麼 誰可能會需要 會需要使用空間 我們列了一些類型出來 那可能也會針對這些類型 去思考這個網頁 如果還有下一步可以怎麼走 以及最後去談 如果要用 要怎麼用 有什麼集合化的機制 所以這是未來可能會做的 我們會再開小鐘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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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